兵国只是正年10月16号 当年桃园县政府环保局举办了回收游礼 竹石大集活动表扬典礼 请桃园县长颁奖表扬回收最多的通路商 清洁队以及个人 因为当年权限在两个月内 总共回收了26吨的飞电池 电灯光碟以及废手机等 成果斐燃 垃圾回收率 垃圾回收率超过36%的好成绩 在当时名列全国各选第一 当年桃园县长颁法奖状给各种 回收活动的前三名 其中凭着回收6000颗飞电池 用夺回收达人第一名的民众表示 回收不是一个人的事 他就是透过亲朋好友的全体动员 才能拿下好成绩 而当年桃园县长也表示 资源回收再利用的工作要落实到每一天 除了要重视垃圾回收的量 重要的是值得提升 需要全民动员 才能有效维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善用地球每一份资源 记得中文报导 凌多年桃探